下午好 大家早上好,晚上好 我们欢迎大家 尤其是你们当中那些从很远的地方 或在那里加入的人 迟到或早的时候 感谢您加入此运用程序 Win不是以准备好应对埃博拉疫情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马尔宝病 对于那些刚接触世贸组织知识产权的人来说 EPI获胜 这是世贸组织突发卫生事件中 用于科学和知识翻译的流行病、信息网络 通过本次EPI-Win网络研讨会 和相关的EPI-Win Digest 我们的目标是将科学转化为通俗易懂 可理解和相关的取证方式 在应急准备和应对方面采取知情的行动和决策 今天 今天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小组讨论 埃博拉和马尔宝病 我将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发言者 哪些演讲者可以加入欢迎 欢迎将由博士完成 希尔维·布莱恩特 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主任 在WHO 然后会有像DRIVE 这样的演讲者 马德里 Emi Rohelli 世界卫生组织加强国家运队突发卫生事件的准备工作主任 其次是泰坦 维多利亚威莱特 IPC技术事务官员 WHO 的紧急计划 然后是DRIVE FOLA OGANSOLA 拉格斯大学拉格斯副校长 教学医院兼感染预防与控制指导方针联席主席 埃伯拉和马尔堡并发展小组 然后是导演伊丽莎白 再加上DG 乌干达卫生部口译处IPC专家 本次网络研讨会将以阿拉伯语、法语和法语提供服务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再加上强大的人工智能 将提供中文、俄文、印度和斯瓦西里语 斯瓦西里语是另一种好处 所以让我来做点家务 本次网络研讨会正在美颜社的YouTube频道上直播 我们将在聊天中提供链接 网络研讨会正在录制中 之后录制内容将可从以下网址获取 我们的网站地址将出现在聊天中 我们邀请大家发布你的名字 聊天框中的位置和组织 我们很想听听你从哪里加入我们 如有任何疑问 请提问 问题和答案框 不在聊天中 因此 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跟踪他们 因此 毫无疑问 我将把发言权交给Silvy Brayan欢迎参加这个史诗班的网络研讨会 非常感谢 Admi Ashton 首先 今天我想欢迎你参加这个全新的知识产权网络研讨会 我们将讨论埃博拉等某些疫情的感染预防和控制 还有马尔宝是丝状病毒并引起的 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首先 IPC的主题是重要的感染预防和控制 因为感染 预防和控制可以拯救生命和许多生命 因此 小心一点非常重要的IPC 尤其是在疫情应对期间 前几年 我的意思是 当我刚开始在WHO工作时 至少IPC主要是针对的 保护病人 正如你所知 这非常重要 因为在此期间 患者可能会被感染 医疗机构也可能被感染 埃博拉疫情 过去我们已经看到有人被感染 接受不安全的注射 例如 安哥拉的马尔宝病也是如此 在2005年 如果我记得好的话 年份之所以非常重要 事实上 实施IPC以保护患者 并确保疫情 不会在社区中传播 通过将医疗机构 作为传播中心 但是最近 我们也非常注意保护 医护人员 护士们 医生和其他一线应急人员 因为他们也可能 在疫情期间被感染 疫情应对 对他们来说 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首先 如果有一些健康应急人员 在疫情初期就受到影响 那么你要照顾病人的人 要少得多 因为他们也需要被带走 他们无法在自己的 医疗机构中提供护理 而且也是因为 当你确定的时候 偏远的地方 一名护士或一名医生 感染后死亡 那么从长远来看 你的人口很大 被发现或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因此在短期内 IPC对于应对疫情非常重要 而且对于加强卫生系统 也非常重要 并确保如此宝贵的卫生工作 对于不适 疫情期间浪费或丢失 因此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IPC 良好的IPC指导并定期更新 IPC指南 最后 我只想说这个领域也非常多 当然 不断演变是因为我们面临挑战 但举个例子 如果你只看个人防护装备 个人防护装备 你知道 那些像穿太空服一样的人 我们有许多创新 而且我们尽量使用更轻的个人防护装备 更容易穿上 也许可以重复使用 也可以以安全的方式一次性使用 环境 我们在现代化方面 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比如 这次疫情期间的护理 我们在最近爆发的一次疫情中 在个人防护装备上写上了名字 这样病人就可以了 可以知道 谁在照顾他们 在最近的疫情中 因此 你肯定记得非政府组织开发的 埃博拉泡沫的画面 因此 这个领域正在迅速发展 而且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了解这些变化非常重要 有什么新内容 以及我们如何在疫情应对期间改善IPC 因此 有了这个 再说一遍 请埃格尼斯发言 欢迎参加本次网络研讨会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在一起 交给你了 埃格尼斯 谢谢 希尔维 谢谢你的精彩开场白 我很高兴现在请大家发言 加强国家应急准备工作主任 内德 让我去找你 非常感谢 我和埃格尼斯也欢迎你参加本次网络研讨会 这对于支持各国加强其能力的工作至关重要 与感染相关的准备和准备应对 预防 控制能力 当我们应对许多疫情时 极其严重 我们记得这将是十年 这很及时 不幸的是 在1月24日 在西非 自埃伯拉病的毁灭性爆发以来 在那里我们面临着许多人死亡 我们选择了超过一万一千个人 实际上 正如希尔维亚所说 不仅仅是病人 数百名卫生和护理工作者 不幸的是 我们重复了这种情况 我们在COVID疫情大流行期间进行了观察 那么我们想要支持的 各国要保持关键健康 在实施IPC措施的同时 护理人员和患者的安全 持续而严格地衡量标准 而且我不需要提醒大家 IPC是一个需要合作的跨领域领域 在不同的演员之间 因此 我们越来越多地关注IPC 不仅在卫生机构层面 而且在社区一级 让社区参与进来 与人民和其他人携手共进 从埃博拉 从埃博拉 马尔堡 还有COVID 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能讨论这些指导方针 他正在研究以下方面的建议 及早开展有针对性和有效的应对活动 以及尽管指导方针测重于医疗保健设施 但他也考虑并考虑了更广泛的医疗服务背景 在社区环境中 再说一遍 极其重要 我希望这将有助于成员国的决策和政策制定者 合作伙伴和所有利益相关者 能够实施IPC 保护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措施 最终将拯救生命 所以非常感谢 从我这边看 我也期待着讨论的结束 回到你的组织 谢谢你 谢谢你 导演 对于这个精彩的开场白 我现在只想请维多利亚和IPC发言 世贸组织应急方案技术官员 我也请维多利亚也这样做 介绍接下来的两位演讲者 她正在和我们的团队一起组织本次网络研讨会 谢谢 维多利亚 谢谢你 非常感谢 艾格尼斯 好吧 我可以控制幻灯片或者其他人 请移动下一张幻灯片 还有下一个是我们 还有一个 所以为了自我介绍 我是维多利亚威利特 我是突发卫生事件小组的IPC技术官员 国家准备和加强部 我在博士的领导下工作 April Lawler和我的同事一直在合作 谁也在线 但为迪克希特David Dixit我一直在努力制定这份指南 过去几年 我们今天也上线了Saud Ogunsola教授 正如我所提到的 是拉格斯大学的副校长 制定本指南 然后我们有博士 而且还是指导方针制定小组的联席主席 伊利莎白凯西克 在乌干达 谁是卫生部的感染预防控制部门 他将分享乌干达去年 差不多一年前至今的经历 实际上 当他们应对一场苏丹病毒的爆发时 执行这些建议 乌干达的埃博拉病毒实际上是开始的 因此有了这个 如果我们转到下一张幻灯片 那么今天的目标 这是新发布的感染预防控制指南 用于埃博拉和马尔宝病 它的链接如下 它也可以在万质牌应用程序平台上使用 对于那些熟悉这一点的人来说 而我们今天真正想要做的是提高人们对这一新指导方针的认识 他刚刚在8月份出版 我们想讨论这些变化和重点介绍的新建议 具体谈一些新建议 然后我们想有机会分享乌干达在执行方面的经验 这些建议是在疫情应对期间提出的 希望有时间回答一些问题 在这之后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指导方针呢 好吧 自从西非疫情爆发以来 博士 李妈妈都提到 一些国家还出现了许多其他新的疫情 我们已经吸取了很多教训 在疫苗方面 我们也有很多新的进展 中心 就我们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或马尔堡治疗的方式而言 但是在这些应对疫情期间 我们仍然看到一些自由的IPC做法 疫情应对工作 而且各国和合作伙伴之间 似乎缺乏标准化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方法 有时 这会导致医护人员感到困惑 并可能增加风险 对于那些医护人员 因此 我们认识到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指导方针来支持各国 成员国在应对这些疫情时成为伙伴 今天有点咳嗽 所以之前有三份文件发布在这里 屏幕的左侧是快速建议或内部指导方针 在2014年至2016年之间出版 我们所做的是指导方针制定小组 我们已经看了所有这些文件 然后我们替换了 他们使用2023年8月起发布的新指南 对先前文件中的建议进行了仔细审查 其中一些建议已被采纳 进入新的指导方针 下一张幻灯片 拜托 因此 在这个指导方针中 我们有大约 9项建议来自先前的指导方针 我们还有11项新建议和10项良好实践陈述 现在我们确实发现了什么 我们确实在决策和评分过程中使用了证据 因此我们在过去两年中收集了指南的制定 该小组聚集在一起查看了所有可用的文献 对于那些发展到的问题 因此作为我们建议的基础 我们还采用了一种混合方法 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对许多参与的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 在照顾各种埃博拉或马尔堡疫情中的患者时 我们收集了他们对什么重要内容的反馈 他们在结果中看中什么 以帮助指导GDG的决策 尤其是当我们有区域的时候 证据不足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些建议 我想强调的是 许多建议都是有条件的 但这意味着他们 有某些标准可以做到 根据根据背景确定的条件 和该环境中的资源进行调整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牢记的重要背景 也是我们真正需要记住的原因 请务必完整阅读该指南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良好做法陈述 这些都是可行的陈述 支持有条件的建议 还突出了感觉到的地方 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尽管证据可能是间接的 所以正如我所提到的 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过程 我们现在很高兴能展示它 请看下一张幻灯片 我想我们会把它交给奥贡索拉教授 他将向我们介绍新指南的一些亮点 所以非常感谢 交给你了 上迪 你听见你精英了 我很抱歉 我谢谢你 非常感谢 大家好 在接下来的八张幻灯片中 我将重点介绍新指南中的关键概念 因为我们无法详细介绍 建议的所有细节和这些亮点 将涵盖各种各样的 话题包括IPC环形策略 个人防护装备使用清洁和消毒时要特别注意不要喷洒的建议 以及卫生和护理工作者的暴露情况 这些都是感染预防和控制的重要方面 建议 所以说明 你充分理解这些建议 下一张幻灯片 下一张幻灯片 是关于IPC评级方法的 这是一项新建议 我们谈论的是一旦发现 埃博拉或马尔堡病例 就采用IPC环形方法 这是一种快速密集的策略 并向医疗保健提供短期的IPC支持 设施 任何地方的社区和家庭 在活跃的疾病传播区域的设置 帮助打破传播链 预防与医疗保健相关的感染 从本质上讲 我们环绕围栏 环形围栏周围有埃博拉病毒病的情况 附带一大堆IPC干预措施 因此 一旦我们将病例确定为医疗机构或高风险环境 确定了我地区或相关的医疗机构 我们开始实施一揽自干预措施 其中包括对受影响的卫生保健设施 和所有家庭进行进化 使用以下方法快速评估医疗机构的IPC措施 标准的标准化工具 例如IPC 埃博拉和马尔堡计分卡 然后制定改进计划 我们还有IPC洗涤用品套件 分发口粮 我们向卫生和护理工作者通报情况 向他们简要介绍IPC 然后对卫生和护理人员进行风险评估 谁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或马尔堡病毒 然后进行定期的支持性监督和指导 以及定期重新评估 接下来 下一张幻灯片 指导方针继续强调 保持手部卫生的持续重要性 包括手部卫生的五个动作 以及推赶过程中的动作 开启并拖下个人防护装备 手部卫生建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但我们意识到安全是多么重要 患者护理和预防医护人员感染 下一张幻灯片 在几项建议中可以看到的另一个亮点 指导方针中列出了个人防护装备的基本原理和适当用途 取决于与感染风险相关的设置 卫生和护理工作者 有关应佩戴的确切个人防护装备的更多详细信息 我们将向您推荐这些指南 但我想提一下其中的一些关键点 筛选 如果你至少有一米的距离并且你是 使用不触摸技术 那么就不需要个人防护装备 不行 如果距离至少一米而且PPE期间我会再说一遍 不使用任何技术 那么就不需要个人防护装备 但是如果距离不到一米或者触摸无法保持 应该佩戴此处列出的个人防护装备 包括医用口罩和眼部防护装置 防液长袍和一副手套 其他控制措施 例如放置桌子以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 也很重要 因为大多数表格都是关于 长度加一米 下一张幻灯片 我注意到新唱片推荐 我们有两份涵盖患者安置领域的良好实践陈述 并强调需要为患者提供待专用厕所的单人间 此外 我们强烈不鼓励群组 尽可能在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之间 不仅是患者的身体健康 还包括他们的心理健康需求 有待考虑 隔离设施区域应包括安全 访客和家人与患者互动的方式 患者福祉和特殊人群包容性的重要性 例如在准则中也突出强调了儿童 下一张幻灯片 指导方针中有几项禁止喷洒消毒剂的建议 其中律是最常用的 总体而言 世界卫生组织 在场 不鼓励向有人或有人的区域喷洒喷药 包括在离开治疗中心时 环境以及尸体管理期间 下一张幻灯片 下一张幻灯片 有一个强烈的建议 这是建议不要对人进行喷洒 例如在个人防护装备移除过程的各个步骤中 此外 不应在其他人所在的地方使用喷雾剂 例如 其他患者在哪里 这个概念并不新鲜 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份指导方针中将其正式化 另一项新建议 请下一张幻灯片 正如之前的幻灯片中提到的 不建议在环境中喷洒 相反 根据建议 与喷涂相比 擦拭是首选方法 关于清洁和消毒 我们想再次强调擦拭的内容 比喷涂更受青睐 无论如何 都要记住这一点 方法清洁表面后应进行消毒 根据需要并有足够的表面消毒剂接触时间 必须确保 下一张幻灯片 如果卫生和护理工作者有 这是另一个新的推荐选择 可能接触埃博拉病毒或马尔堡病毒 应该对它们进行评估 如果认为它们接触不到 只有这些病毒 还有其他血液传播的病毒 比如艾滋病毒 乙型肝炎和饼型肝炎 如果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或马尔堡病毒 建议您将它们排除在工作之外21天 这是以下有条件的建议 因为考虑风险也很重要 如果允许他们继续工作 而不是运营方面的考虑 例如设施能否保持开放 如果工员不能工作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所以必须这样做 所以我想请回过头来一张幻灯片 回去一个 谢谢 缺少一张幻灯片 好的 那很不错 非常感谢 该建议建立在有尊严的重要性之上 在保持安全的同时进行尊重文化的埋葬 通过使用标准和基于传输的预防措施参与该过程的人 世界卫生组织 尽管他们没有证据或原则的支持 感染预防和控制 从那以后我们有了新的经验 而且已经开展了 更新了文献综述 以帮助回答关键问题 本文件是朝着对埃博拉使用标准 和基于传播的预防措施迈出的第一步 还有马尔堡病 尽管它仍然包括特定疾病 建议和许多建议仍然是有条件的 因为有限 指导期间的高质量证据数量 进程 还发现了研究方面的差距 这将帮助我们在未来加强 建议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行动呼吁 研究正在进行中 非常感谢 我现在把这个转给下一位发言者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仔细 去阅读这些亮点 现在我们去找博士 乌班达卫生部的伊丽莎白卡西迪 拜托 在这次疫情开始时 我们有一个作为一个国家一直在使用的指导方针 而这份针对埃博拉和马尔堡的指导方针是从2015年开始的 但意识到其中包含一些后来有所改变的做法 就像教授强调的问题一样 喷洒和其他做法 所以早些时候 在疫情爆发的前一两周 得以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 查看本指南 我们制定了标准操作程序 其中约有16个 了解IPC的关键实践 这些都是由卫生部通过负责机构调整和批准的 这就是我们在当前疫情中使用的东西 关于已经强调的全球准则草案 有些东西效果很好 埃博拉IPC医疗机构快速评估工具的使用 计分卡 IPC战略的实施 培训 我将很快再谈这个问题 并能够通过几种方式传播信息 其中大部分是虚拟网络研讨会等 有些人还未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的指导提供便利 在那里 我们有团队在实地传播这份指南 据观察 有些做法很难做到 即使我们让他们掌握了信息 并传递了标准操作程序 也要改变 作为围绕消毒和喷洒的做法 环形IPC策略 尤其是在期间 就像对房屋进行进化一样 还有救护车和其他一些区域 尽管这本来不应该归结为通勤和教育 在外面的A2之外使用足球 他们不认为我们的流程 包括对医院和其他方面的兴趣 这也是使用滤然后在清洁之前进行消毒的做法之一 另一个是欢乐派对 那里有病人 已被宣布治愈埃博拉 洗个澡 使用滤器 另外 很难改变合理的进化做法 尤其是埃博拉嫌疑人和确诊定例使用的药物 即使他们没有弄脏 尤其是压麻布 实施这项新指南的关键挑战 是在所有人都起床的疫情背景下实施该指导方针 向下我们需要很高的速度才能伸出援手 以覆盖更大的区域 但是有了继续教育 尤其是在在线课程和指导方面 实地的团队能够进行一些练习 这里突出显示了变化 尽管有些一直持续到疫情结束 下一张幻灯片 拜托 这只是使用评估计分卡的亮点 重点介绍一些已经完成的评估 我们能够看到多达6000多个设施 我们意识到 提高了迹象 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有不到20%的设施超过80% 但是随着计分卡的反复使用 计划 与团队合作制定行动计划并跟进行动 尽管对于较低的设施 这种频率可能不如建议的那么频繁 在我们需要更频繁的访问的地方 超过50% 但是这些设施已经满足了清单上的优先顺序 而且我们得到了外部支持 朝向这些设施 并能够观察到有所改善 我们利用整整十年的时间来收集数据 并使用一种方法对其进行可视化 通过控制面板 卫生部和不同的支持合作伙伴 可以访问该平台 这样我们就可以查看性能并快速做出回应 仅得分的受影响设施 下一张幻灯片 拜托 策略 简要介绍一下之前谈过的IPC戒指 但这是我们所接受的方针 我们有培训材料 用于掩饰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练习 在右侧图表中突出显示的五个区域中 大多数案件都在首都 坎帕拉 能够一起进行32个IPC戒指 主要是IPC小组 卫生员得到监视的支持 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小组 尽管它不会一直作为一个团队出现 因为我们没有结构团队 但能够得到不同成员的支持 在赛场上观察到的一些最佳实践 随着我们在疫情中继续遵循新的建议 进化做法有所改善 喷洒少了 更多的利用围绕如何处理房屋的擦拭挑战 自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房屋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但在进行消毒IPC评估之前尽量进行清洁 可能更不用说对医护人员的暴露评估了 供应亭也不是作为标准套件提供的 但要尽可能优先考虑PS和首部卫生用品 而他们在疫情爆发之后 能够将其列为行动后审查活动之一 你确保我们组建溜冰厂团队 在某些地区 这样就可以让那支队伍开始以防万一火灾爆发的 当我们动员起来争取这种支持时 现在我们继续吧 请下一张幻灯片 感谢您对医护人员的暴露评估 这是我们也采用的策略之一 我能够将此处显示的工具数字化 疫情后期 还有一份衰减的活跃报告 但是大多数病人 大多数被确定的医护人员都已被确认 作为接触者追踪的一部分 来自监测小组 还有一些接触过感染的人 我们试图评估使用此工具的使用情况 以确保 我们看看那些留下暴露 并防止进一步暴露的夜总会 一些挑战 尤其是在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周围 因为这些人被转移到一个中心 不一定是卫生设施 所以我们可能在那里丢失了一些信息 但能够积极调查一些医护人员 使用此工具感染 下一张幻灯片 拜托 下一张幻灯片 拜托 非常感谢 这只是图片报道重点介绍了一些关键事件 以及 左边的活动 你可以看看一些网络研讨会传单 我们一直在关注疫情并提供支持 最后 当我们向前迈进 做好准备和准备时 我们正在努力开发和标准化 包括我们针对常规和疫情的IPC指南 在指导方针中提及并采纳了最近发布的IPC 埃博拉指南 以便将来我们有一份 已经获得卫生部批准的指导方针 在使用中 已经为健康做了方向 护理人员 以便我们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些指导方针 最后 我要感谢卫生部长的支持 而且也是用于支持IPC应对措施的几个合作伙伴 你知道我能在电话里见到谁 我们感谢您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 维多利亚 非常感谢你 伊丽莎白博士 进行非常精彩的演示 我认为它帮助我们了解了实际情况 努力执行这些建议的实际情况 尽管我们有指导方针 尝试将它们付诸实践总是很有意思的 因此 现在要花几分钟时间来回答 一些问题 在与人们的问答中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询问为什么我们不再推荐 所以我想知道 Shade教授 如果你想拿起那个然后谈谈 在GDG期间 我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 是的 非常感谢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是的 抱歉 忘记静音喷涂了 喷涂的重要问题是喷涂时的问题 你实际上并不能保证自己能得到适当的保障 表面的表面 进入他们的鼻子 他们的眼睛 但更重要的是 为了人们的健康 你正在喷洒 而且你是 而且我们已经有文件显示 喷洒在呼吸方面对人的影响 问题 就他们的眼睛而言 他们的眼睛有问题和过敏问题 很高 因此 我们低估了价值 并能够 其实是确定的 如果遮盖得当 但你甚至还没清洗 在你喷洒之前 因此 当有人出现时 有很多概念是错误的 你以为他们有他们要出来了 一种疾病 你不行你能不能直接喷那 就是不要包含 以消毒 他们是因为我们去过实地 而且你知道 你可以保证自己确实如此 所以事实就是这样 没有经过证实的东西 可以证明这一点 安全或者有很多东西 可以证明它对健康不安全 如果它进入环境 再说一遍 以前清洁环境的概念 你说消毒剂完全不见了 所以人们只需要喷雾即可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 你真的在接触生物体 有 所以从我们来看 到目前为止 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 造成了更多的损失 真的没有证据表明 它实际上是在消毒 但我们知道 如果你打扫卫生 然后你用消毒剂把它擦掉 我们确实有所改善 杀人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喷洒的原因 确实没有任何证据 如果你想一想 很多 它的发展方式是人们不想靠近 埃博拉出来的人 治疗中心因为你觉得自己可能会被感染 但是我们知道 尽管你在个人防护装备方面遇到了种种障碍 擦拭真的没问题 然后周围的潮湿实际上会起到促进作用 一般感染 所以在很多问题上 除此之外 喷洒肯定没什么用处 那个 它让人感觉很舒服 但我希望 这还不足以让我们继续喷洒 我解释得很好 我们已经静音了 我们走了 找不到按钮 谢谢 那太棒了 谢谢你的那个色调 我也只想向小组说明 这是一种情况 因此 尽管我们强烈建议不要喷洒人员 尤其是卫生工作者对所有疾病都使用力气 Shade教授已经确定的原因 实际向环境喷洒是有条件的建议行动 所以我只想强调一下 有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打扫卫生 正如沙德教授所说 然后涂上消毒剂 擦拭是首选 但我们确实认识到 在某些情况下 有些情况可能还不够 附近 它们必须带水 否则表面可能非常多孔 也许是一间小屋 而且可以考虑那些有时喷洒的物质 但这些应该是最后的选择 所以我们真的想把重点放在让人们擦拭上 先清洁 然后按照说明进行消毒 我认为这是真正的举手 有些人举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想听到参与者的来信可能会很不错 我想知道 卢尔德 奥利弗 Oliver他们能取消静音吗 艾格尼斯和说话 对不起 韦多利亚 你能再说一遍吗 参与者能否取消静音并提问 因为有几只手举旗 是的 我可以和你想开始的人谈谈 奥利弗 洛德斯还是领主 奥利弗好吧 那我就从那里开始吧 你可以说话 奥利弗洛 让我把你取消静音到你需要的 取消静音所以你是要按下按钮才能被静音 取消静音 也许我们会的 我们去找下一个人 是的 所以是路拉的案例 路拉 我可能说的不对 如果他们都没事的话 所以天哪 你可以说话 你 你需要自己取消静音 好吧 我只允许和所有最后筹集的人交谈 你需要把自己全部取消静音才能说话 我看到明天的取消静音与取消静音 因此我们将从明天开始过 好吧 非常感谢 你过得还不错 非常感谢 我还是很担心这个 不用喷洒 有绿的替代品吗 因为真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说你是在擦还是什么的 你还在暴露自己 你知道 绿的替代品 我想如果你重新审视这些建议并找到替代方案 宁愿说不要喷洒过来 因此 我们仍然有利器的替代品可以被使用 而在指南中 我们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指向的链接 一份FDA文件 列出了对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有效的化学物质 但是在许多国家 绿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最容易获得的消毒剂 在疫情期间 因此 通常使用绿 但不管你使用什么化学品 我们仍然鼓励你不要喷洒预防感染的基本原则 控制是你先用肥皂和水清洁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除了物理碎片和污染 然后进行消毒 这应该通过擦拭来完成 我想我会问博士 伊丽莎白如果她想和这个谈谈他们能做到的事实 花了一些功夫 但我们得以在乌干达成功地实施了这项工作 我想知道你是否想添加任何东西 伊丽莎白 非常感谢 维多利亚 我希望你能听见 这也是我们在改变这种做法方面遇到很多困难的领域之一 对于某些区域 前一位发言者的话 还是延续下来的 看着困难 病原 特别适用于擦拭大表面 例如已经运送的救护车 但至少对于某些地区来说是如此 比如有房屋的房屋 一块装满水泥可以擦掉 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医疗机构设置 但是有很多这样的不舒服 还有前一位发言者对困难问题的类似表达 四处擦拭大量的表面曝光 但是我们一直鼓励您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这样您就可以安全地与他人接触 使用您想要清洁和消毒的不同区域 谢谢 结束了 非常感谢 伊丽莎白 然后看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浮出水面 所以我要去找我们的同事 博士 April Waller也在4月 如果你想说的话 因为我们最近在赤道几内亚 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如果你想再说一遍 就这个问题再说几句话 然后我们将转到另一个主题 我们能否解除埃博拉的静音 好吧 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取消静音 但我觉得伊丽莎白友谈到了一些关键点 这是实践的改变 至于很多人愿意做的事情不同 但他可以安全地实施 人们在此过程中佩戴个人防护装备 而且效果很好 所以我想我们要接着说 Bryan又准备好问一个问题了 人们也能听见我的声音 是的 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 布莱恩 我们给了你 我们允许你说话 然后你就取消了静音 因此 你确实可以发言了 我们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我们刚刚失去了他 是的 也许他有一些连接问题 我还有四月 我不知道我是否允许他说话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自己取消静音 我想是这样 爱格尼斯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是的 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 好吧 太棒了 所以非常感谢 还要谢谢 Vicky 志萨迪教授和伊丽莎白 精彩的演讲 我只是想回到电话中的提问者身边 因为我想 他有几个不同的部分 有时候你需要这样做 你知道 以前人们使用喷雾进行不同的活动 你使用喷雾器 你可以使用喷雾 当你在两者之间逃跑时 脱掉每一个个人防护装备 你也可以在什么时候喷洒 你正在进行环境清洁 而且我认为 尤其是在背景下 在现在的落差背景下需要明确一点 不是在你可以使用的东西之间喷手 肥皂和水或者你可以用酒精类洗手液 所以 做手部卫生的人 只是为了稍微差别一点 然后清楚两者都与之有关 另外 当他们脱下的人防护装备时 他们现在只是要把它摘下来 或者不需要喷了 它 然后 当然 还有教授的环境要素 杀得已知交谈 而且要么在设施内 首先使用清洁剂和消毒剂非常重要 为此 氯气效果很好 然后在社区的背景下 这通常放在家里和湿袋里 那里 可以用擦拭来做到这一点 或者像 维多利亚说 如果情况很复杂 你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非常感谢 然后回到你身边 艾格尼斯 谢谢 4月维多利亚 我相信你想回复 不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 我想我们要试着谈一个不同的问题 如果是明天 哦 明天我们都想把下一个问题交给你 对不起 我想老牌允许我 哦 好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吧 是的 而且我们还有最后一手牌 马丁威廉姆斯 如果你能自己取消静音 来吧 马丁 我想要么阿里离开 要么他举手 有 是的 除非有人想添加一些东西 否则没有其他理由了 好吧 实际上 安东尼 马丁已经静音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立即静音 然后 哦 是的 他在这里 马丁能说话 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 您已取消静音 我猜这个音频有一些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我猜他在说话 但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 对不起 马丁 如果你想在问答中写问题 我们将能够回复 而且我看见Brian的手又举起了 所以也许我们会给Brian最后一次尝试 然后我们想象我们会关闭 布莱恩 你能说话吗 如果你能再次解除静音Brian 我注册为Brian聊吗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是Brian Yvonne 是的 你去吧 谢谢 非常感谢你 我是来自乌干达的早晨的约瑟夫 是的 我正在研究IPC的严格定义 它围绕着 医疗保健与我们的口腔护理相结合 我们对IPC的态度 比方说 我在哪里发现了病例 因为我们有一例埃博拉病例 我们现在有一支队伍 让IPC团队去找家人一起做 当然 这会对他们的房屋进行消毒 无论他们浮出水面的地方 病人去过哪里 还要搬进设施 在那所房子周围确保 我也对周围的设施进行消毒 也许在那所房子周围走一公里 然后还要去训练 现在这已经超越了 其实是IPC的严格定义 它以医疗环境或医疗保健状况为中心 因此 当我们看定义时 我们发现引进来这很困难 IPC是IPC的一部分 但我们知道它非常 在我们的干预中非常重要 有人可以对此发表评论吗 谢谢你 马尼医生 我想问题到底是什么 或者非常感谢 再说一遍 我是说当你看IPC的定义时 它以命避免的干预措施为中心 在卫生机构环境中感染 或者在医疗保健情况的背景下 也许是去做外联合计划 然后是所有这些 但是 当疫情来临时 IPC的这种干预 我们去那里做房子 当然 我们会进行消毒和筛查其他人 并进行教育是额外的 到达 考虑到IPC的定义 我们这样做了吗 我们能感觉到在实际定义之后 的IPC没有超越 我们没有 超越 我只想对此发表 一般性评论 但是前段时间我们进行了讨论 然后很难做到 与之匹配 好吧 虽然IPC的定义就在里面 医疗保健为我们进入社区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在IPC期间发现一例 埃博拉病例要做时 家仍然是IPC的一部分 谢谢 谢谢你的澄清 实际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正如你所提到的 博士 车道 这种感染的预防和控制通常是针对的 在医疗机构或医疗保健活动中 但据我们所知 尤其是在埃博拉或马尔堡病爆发的情况下 它通常源于社区 进入医疗保健环境 然后经常被放大 在医疗保健环境中 所以当我们做IPC的时候 医疗保健设置 我们不能忽视社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确实如此 因此 它肯定扩大了IPC的范围 而且我们确实与社区更加紧密地合作 工作量 这就是为什么IPC如此具有交叉性的东西 它确实跨越了许多不同的领域 疫情的支柱或要素 而且我们必须通力合作 与所有参与疫情的人合作 提供这些支持和这些资源 库里设施 虽然感染控制以健康为重点 我们可以采用这些原则 并将其运用于社区环境 所以我就到此为止 因为我看见莎德教授举起了手 我会让他发表最后的评论的 实际上 其实我想你找到了 你我想说的就是那部分原则 的IPC正在防止易感人群得到感染 而且我们认识到 你离案子越近 你可能与病人接触的可能性是 很高或者那可能是焦点 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周围的感染来自哪里 所以你所做的本质上是保护易感人群 哪个是 Vicky说 所以非常 所以非常感谢你我想我们在这里 得总结一下这样我就回过头来 艾格尼斯博士 做最后的评论 感谢大家今天的参加 并感谢所有演讲者的参与 谢谢 维多利亚 非常感谢 在我们分配的时间即将结束之际 最后 我要向今天的所有发言者表示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参加过这些网络研讨会的世贸组织同事 Supria不用感谢Gabriella Priya和由博士监督的团队 科比 最后 感谢大家的光临和提问 本次网络研讨会的录像将在IPWIN网站上公布 如果你是 想随时了解未来的IPWIN网络研讨会的最新消息 录音可以演示文稿 以及IP Digest的 请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 两个链接都出现在聊天中 我们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下一场网络研讨会 在星期三